小朋友 我们在学习单育母的时候 曾经认识了一和乌 因为它们都是单育母 念起来很响亮 音也比较长 让我们再来念一念 一乌 一乌 现在我们还要认识两个生母 因为它们是生母 所以发音的时候又轻又短 我们也可以叫它们生母一和生母乌 因为我们是生母 在音节中我们总是站在前面的 单音母一和乌总是站在后面的 所以有的小朋友又喊我们大一和大乌 我叫一 一 一个树叉 一 一 一 我叫乌 乌 两个三声 乌 乌 小朋友 小朋友 一 乌 是生母 那它们就能和育母相拼了 让我们来练习一下 鸭 小鸭子 鸭 发鸭 鸭 喉咙哑 亚 亚 亚洲 握 握手 虽然生母一和乌不是平舌音 也不是翘舌音 但是由它们也带出了三个整体认读音节 那就是一乌 鱼 我是生母一 我是育母一 站在一起就是整体认读音节一 我是生母屋 我是育母屋 站在一起就是整体认读音节屋 我是生母一 我是育母一 站在一起就是整体认读音节一 整体认读音节中 生母一后面跟的是育母一 生母屋后面跟的是育母屋 生母一后面跟的不是育母屋 是育母一 生母一后面跟的是育 小育很有礼貌 见到姬兮兮和大一 都要脱帽尽个礼 头上的两点就省掉了 最后我们用直呼音节法 来练习读六个词的音节和两个句子 读的时候 请小朋友特别要注意 整体认读音节 一 乌 一 乌鸦 衣服 青蛙 下雨 椅子 雨衣 鸭子 吃鱼 我和沙沙 一起洗袜子 每天 吃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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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妹妹有个布娃娃 花衣花衣花衣花短袋 吭着鱼儿哄她碎 妹妹也想当妈妈 吃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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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面